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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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的新朋友 第一位是簡小芬 簡小芬 介紹一下 歡迎小芬 有機會再過來 第二位是鄭鴻川先生 他是駐美國 那是阮老師 探討的朋友 歡迎小芬先生 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慧林認識 是 大概有六十五年 我們從小一起撒趴 我們從小都在家 困難 在家 狀況比我們好很多 等於是在哪裡 一半在那裡撒趴 所以我們這裡比較緊張 比兄弟還前面還欺負 所以是住美國人 住美國人 我去了四十年 去每個四十年 去每個四十年 再感謝一下 他都欺負我 大家相信嗎 我相信 我們都會相信 沒關心 人都知道 好 好 那我們來 消息公告 在小會公告裡面 有提到的是 我們 本會接納了 張惠博 王秀儀 洪惠美 為本會的 常人 會員 我們請 我們的 惠美姐 我們請 歡迎她 來 記錄我們 世堅修 我們也期待妳 有有 世堅修 其實是因為 他那時候的 壽喜的紀錄有 就是 迷失了那個 紀錄 那種紀錄 所以到時候 我們八月十一號 有時候 跟壽喜人一起 做信仰告白就可以了 不用再任何東西 就是 做信仰告白就可以了 好 好 你們要 多了兩個分析嗎 好 已經加入了就可以 有多事跟我做 好 好 那在本會消息裡面 我們本主日 5月19日 台語堂有見證的主日 就是有邀請到美國 紐約鋼琴家 許豪玉老師 來做一個音樂的見證分享 那因為花語堂 沒有辦法聽到 可以回家開兵兔了 大家可以瘦在這當中 那 5月16日到26日 王牧師 他參加 有 就參加台灣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 WHO的宣傳團 那請有 我們家人 為台灣的子孫病宣傳團的任務 祷告 那在 5月20日到22日 小傳道 他有參加在職教育訓練 所以可能不在教會 我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 牧師的資格裡面 就是要要求 一定要傳道出在職教育 所以是必去 如果這沒有去 這一次沒有去 因為他一年才一兩次 如果你這裡沒去的話 就要等到一點 所以牧師資格考試 就會幫他看 所以必去 那還有那個 這個月是那個 報索的稅的那個月份 那如果有貢獻證明的話 請到辦公室去跟幹事所領取 那再來 2019年 事務的事工研期會呢 是在5月26日下主日的下午2點到5點 那因為我們華玉堂 剛好有年外禮拜 那如果沒有參加野外禮拜的那個會中 大家都可以去參加 那參加隊上是全會中 所以大家都可以報名 那報名的日期是到5月20日截止 還有那個 剛那個傳道有說過生命成長小組 第三期開始那個 他是5月20號到7月30日為期 那剛傳道說報名人數已經滿了 所以大家期待下次 那我們教會8月11號要舉行聖典禮 還有舉行洗禮跟聖餐 洗禮跟聖餐 那有意願的那個同工 如果你周圍有人覺得他可以的話 就是請他來報名 像辦公室那邊填寫報名表 那再來環境消息的部分 我們5月26號華玉堂要延萬禮拜 那還沒有繳費用的那些參與的人 請到那個幹事律庭那邊去繳費 還有身份證字號 還有身份證字號的填寫這些都要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代導事項 需要大家有空的時候 來幫我們教會做一些代導 還有我們的社區國家 都需要大家來做代導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 好,那接下來我們 嗨 好 好 那我看